公車處特地派大型公車到泰安里民活動中心旁邊的公車停靠站 實地了解現場地形和可以回車的狀況 無奈這裡的街道不夠大 再加上民眾隨意停車的關係 路口轉彎處變得更狹窄 大型公車沒有足夠安全的回車空間 只能夠放棄 也讓當地長者們非常失望 由於七堵區泰安里居住人口眾多 而到這裡的市公車以小型公車為主 因此到假日期間坐公車就變得非常擁擠 特別對於非常依靠坐市公車 對外採買及辦事情的長輩來說更是痛苦 因此向基隆市議員張耿輝反映後 張耿輝特地請公車處以及警察局相關單位人員 派大型公車到現場試跑 但是因為街道不夠大回車空間受限 因此只能夠改用中型公車及假日增加班次的方式來試試看 因為就是上個禮拜我在這邊從路經過剛好站牌的時候 有看疫情我們的長者在那邊等公車 然後公車來的時候上來的時候 我一看上去看的話 哇好像擠沙丁一樣 大家這邊都甚至站得蠻多的 考驗安全起見我就回來的話 我就請公處辦理個背勘 如果是說在安全沒有餘地的話 大型的公車能迴轉的話 是不是在假日的時候改由我們大型的公車來行駛 那我們今天特別辦理會看到現場看的話 確實大型的公車迴轉有一點難度 那基於安全考量的話 我再建議我們公車處是不是在我們假日的時候 能夠增加幾個中型班次的車 來輸運這些需要長者到我們市長還是就醫的 等方便他們來使用 張耿輝強調將持續和公車處協調來改善泰安里民眾 特別在假日期間搭乘試工車擁擠的情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